大家好,我现在在杭州的西湖 看我身后有个塔,那个就是杭州著名的雷锋塔 传说白娘子就压在塔里面啊 这是个有故事的塔呀,就坐落在美丽的西湖岸边 这个视频就带大家上塔上去看一看啊,去一探究竟 到门口了,游客挺多的 门票是40块钱 塔就建在山上,这里有电梯可以上去的 咱们边走边说啊,这个塔是02年后建好的 之前那个塔已经倒了 那个塔是怎么倒的呢,还挺有意思的 杭州这边丝绸比较有名 很多老百姓家里养了蚕宝宝 但是蚕宝宝挺怕蛇的,那怎么办呢 既然这个雷锋塔可以镇压住白蛇 那拿一块塔砖回去,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啊 还有一件事就是许仙和白娘子的孩子 考上状元啊 很多家里有孩子的人就想拿一块塔砖回去 沾沾这个状元的喜气啊 到后来呢,又传出很多迷信的说法 说是能生男孩啊,好健康啊 所以这个塔砖就传的有了神奇的作用了 很多当地的老百姓路过这里呢 就你一块,我一块就拿走了 终于有一天,这雷锋塔支撑不住了 就倒了 其实还有个问题很多人不明白 就是它为啥叫雷锋塔呢 这是因为这个山叫雷锋山 那为啥要叫雷锋山呢 是因为这山上最早的时候住了一位姓雷的人家 这就是雷锋山,雷锋塔名字的由来啊 从这里就可以进去了 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镇压的白蛇 这个就是以前雷锋塔的遗址了 可以看到现在盖的塔呢 它是中空的,把这个遗址保护起来了 这很多塔砖啊 在这个塔的最中心位置就是地宫的入口 这个地宫里面发现了很多文物啊 有47件国家一级文物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佛祖释迦摩尼的头发舍利啊 这里面是佛祖的舍利子啊 并没有白蛇 白蛇只是一个传说啊 现在盖的雷锋塔就是在原子上盖的啊 这里有一个图片啊 这个就是以前的雷锋塔 旁边这个叫阿玉王塔 纯银做的啊 释迦摩尼的那个舍利子就放在这个塔里面 很珍贵啊 现在被保存在浙江省博物院里面 塔的正中间是电梯啊 坐电梯要排队 队伍好长呢 坐电梯上到最高层了 看看这上面是什么样的 哇 这个底啊 金碧辉煌的 去外面看一看啊 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西湖的情况 视线非常好啊 那边是三坛音乐 前两天我去了 对面是那个宝石山啊 还有一个小塔呢 那边是杭州市区 那里也有一个塔 那个是陈黄阁啊 站在那个塔上也可以看西湖 这边是西子宾馆啊 三坛音乐旁边是苏迪 苏迪过去以后 那个是西湖国宾馆啊 接待很重要的领导人的 导游说马云都没有资格住进去啊 有钱都不一定能住得进去 后面的大山里就是种龙井茶的地方啊 前两天我也去逛过了 这就是西湖的情况 在这里合个影吧 站在这里有点恐高啊 好怕手机掉下去 这上面是可以沿着走廊转一圈的 去其他方向看一看啊 人很多 我估计五一的时候人会更多啊 风景是真的好在上面 后面大山里就是龙井村 想买龙井茶的 可以去那个村子里转一下 转一圈就可以了 回去了啊 这个最上层是走上来的 坐电梯只能坐到下面那一层 再看看这个金碧辉煌的楼顶啊 转了一圈下来了 这个地方不让飞无人机的 要不然航拍一下景色更好 我这都已经转了一圈了 才发现这个新盖的雷锋塔 看这个中间是没有支撑住的 中间相当于是悬空的 这里有电梯 但是它并不起支撑作用啊 还有楼梯也不起支撑作用 它全是靠四周围的这些大柱子啊 太厉害了 这下面就是以前的那个雷锋塔的遗址 有电梯 有电梯 电梯 有电梯 电梯